为了增加在地特色 民间乡的产茶业者引进国外胶囊旅馆的概念 打造水馆民宿 缤纷的色彩加上简约的风格 受到许多游客的欢迎 虽然开幕才短短没几天 在春节期间已经有超过六成的住房率 间接的带动周边观光发展 外观看起来像是水滚 其实是一个休息的好地方 民间乡的茶产业者 引进国外胶囊饭店的方式 来导造水馆民宿 缤纷的色彩加上景约的风格 收到许多游客的欢迎 有这种水馆的露营区 然后绕进来看一下 你知道它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吸引我的地方 好像我知道南部有一个 台中这边中部地区应该只有 它目前有这样子的房间 特别的啦 只是觉得说颜色的话还蛮缤纷的 对所以这个还蛮适合 就是如果家长带的话 小朋友的话 是有点像可以让他们独立的感觉 只可以让他们自己在那边睡觉 我觉得还不错 而且尤其是露天的那种洗澡的风格 应该觉得好像有点蛮可爱的啦 一旁的厕所也很有侧色 除了同样是水管的可爱模样以外 透明的天花板 可以让游客一边洗澡 一边享受美丽的夜景 虽然开幕才没几天 不过在春节的临时假期 住房的程度可是超过了一半的比例 我们这边的话主要是以田园风作为设计感 那像我们这边的话有六种颜色 我们每一个旅馆里面都有代表的床单 是每一个颜色的一个意义 那我们后面这边的话会有一个茶园的迷宫 那晚上我们会生萤火跟我们烤肉的活动 欢迎大家都可以来参加 评价江郎民宿 很适合喜欢一个人旅行的背包客 业者为了增加在地特色 发挥巧思 更带动了周边的观光发展 请不吝点赞